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过多久文森特最终还是决定向阿雅坦白一切 于是他带着阿雅来到游泳馆 当着他的面展示了几遍自己的超能力 没想到的是阿雅竟然很快地接受了这样的事情 并且还更加好奇地观察着文森特的身体 好奇他是不是长了鱼鳞等等 之后的某一天 文森特看见自己的同事被别人欺负了 生气了他去淋了水 激发了自己的超能力 不仅当着他们的面 将搅拌机打在对方的车上 甚至还一巴掌的对方拍在了墙上 超能力曝光的文森特在这之后 一直被警察追捕着 无奈的他躲在一间工厂里 还是被警察给抓到了 好自外面下来的雨 让文森特恢复了超能力逃离了这里 最后文森特向阿雅告别后 跳入了大海游向了远方 好了 以上便是本期《米老鼠说电影》 下期演播同样精彩 所有伙伴们记得关注收看哦 下期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